这可能是目前可玩性最高的物中人枪械模组 生存模式当中呢可以合成 还能够自定一家装配件 今天给来带来一期热门免费模组的排行 本月呢依旧是物中人模组爸爸 一起来看一下你喜欢的模组有没有上榜吧 那开始前呢还想请有幸刷的小伙伴点个赞 上期视频呢太低了 这期呢就点一个吧 感谢 那实际呢第四名武器拓展包物中人整合包 里面呢增加了八把枪械 虽然说呢建模一般般 但是生存模式当中的可玩性是真的很高 和永恒枪械工坊一样 里面有枪械工作台 可以在里面合成枪械 加装各种配件 对了枪械的设计模式呢也能够自由切换 屏幕的抖动让代入感提升了不少 各项呢都很不错 唯独就是建模一般吧 那问题来了 这款模组满分五分 在座的各位能够给他多少分呢 给个四点五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那第三名呢 物中人恐怖生存 增加八十种生物 这款呢其实就是更多生物模组 种类量十分的繁多 有原版恐怖化的 玩具熊的午夜后宫里的 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 它呢最大的优点 就是增加的生物特别多 第二名 永久免费 物中人主包 莫勋 这款呢永久免费 而且还是莫勋出的 热度呢自然很高 但是呢内容确实是有点少 只增加了三种生物 但是呢建模做的确实很过瘾 仔细看可以发现 物中人的牙齿 不像其他工作室一样全黑 是有一定的颜色的 虽说是被官方削弱了一波 但是恐怖的氛围感还是在的 另外一些使用的功能也有附带 比如说一键转头 可以随时观察背后面的情况 这个功能呢 在其他的模组当中是没有的 那尤其第一名 可怕的生物物中人增加40种 这款呢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爆火了 这些是100万家的下载量 比莫勋那款还要高 里面生物呢可以分为几个种类 暗黑风格 原版的生物恐怖化 尤其是僵尸 就真的感觉是被病毒强化寄生了一样 还有各种的伟人 他们呢和原本的生物一模一样 多种恐怖生物整合到一起 难怪能够直接登顶热门榜第一 他呢也算是实至名归吧 那不知道在各位心中 最强最棒的物中人模组是哪一款呢 欢迎大家的弹幕 或者是评论区讨论分享 那喜欢视频 不要忘记关注点赞评论分享 三连我们就下期见 大家拜拜